我是TYC館長 今天又為大家開箱的是 真山國武衝8 帝王傳20週年紀念BOX 這次光榮特庫模推出了真山國武衝8的帝王傳 也有在Switch上面推出 那館長這次的20週年紀念BOX就是買Switch版本的 後面我會跟大家說明我對於這款遊戲的畫面的看法 但是我們的綜合其實這次紀念BOX到底有沒有值得買呢 我們就來拆解做說明吧 首先我們先來看這款紀念BOX的正面 那側邊的話是長這樣 主要是它背面的話呢 這邊有寫說它有附贈哪些內容物 那我們這邊有寫說有一個遊戲軟體 跟94名角色20週年紀念金雄畫集 還有角色卡片套組94張 以及原生帶音樂光碟 這款遊戲呢 真山國武衝跟三國治這種戰略模擬的這種綜合版 所以跟正統的生山國武衝 這玩解是不太一樣的 但是呢一樣有它爽快的地方 首先我們先打開它的遊戲上蓋 生山國武衝把地皇戰的遊戲一遍 如果是一般版的話大概就是只有這樣子而已 那上面這邊的話是中文版的貼面 最重頭戲的就是它的這一個東西 94個角色的套卡 非常的帥氣 那這個它很貼心呢 這是附的這個擺設套卡 遊戲原生帶 CD 最有價值的這一本 美術設定級 真山國武衝8 從真山國武衝10起 每一個發售的年份跟發售當時的介紹 那就每一個武將的這個介紹 我們就快速翻過 以及他們之間的關係人物相關圖 這邊也都有寫得非常清楚 這一本真的是蠻值得收藏的 館長花了一點時間分類了這個94個角色的卡片套組 我覺得這一系列裡面除了美術設定級之外 這個卡片套組真的非常棒 為什麼我本長這樣子說呢 你看喔這個卡片套組除了前面有人物介紹之外 後面有它歷代角色的模組 做成的一個類似像桌邊的這種圖片 這個真的非常棒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每一代的造型 那這個東西就是說如果今天假設 你這個睡覺前啊你想要擺的話呢 就是你可以放在床頭這邊 每天可以擺一張可以擺94天 真的還蠻值得回味的齁 如果你是真山國武衝的粉絲的話 非常推薦你一定要買這一套回去 那它這邊用不同的顏色來代表它陣營齁 像紫色的話就是我們衛國嘛 那紅色就是吳國 綠色就是蜀國 那藍色這個是晉朝 金色的話這個就是屬於其他施力的齁 那你看像趙紫龍這個也是真的是非常棒 館長沒有系數就是它每一代的人物角色 但是其實你看 光是衛朝這個人物角色也是非常的多 很值得收藏啊 其實我個人覺得這樣子的價格跟CP值來講 是很不錯的 那我們最後把這個裡面的內容物 全部擺設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次紀念BOX的所有的內容物就是在桌面上展示的這些東西齁 這個BOX蠻值得買的齁 至於真身和無双8的遊戲畫面呢 大家也知道SWOCH這個畫面就 啊啊 能夠帶著玩已經很不錯了啦 不要強求太多 今天的開箱介紹就到這邊 喜歡館長的影片呢 記得幫館長訂閱按讚留言並分享 及開啟小鈴鐺 館長還有其他系列的影片呢 也歡迎點擊片尾的這個清單 可以去看你想要的影片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H is onū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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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